欢迎收看下午两点新闻NG 我是谢力文 一开始我们现在关心今天台股表现 每股大跌拖累台股跌破8900点关卡 股王大力光没有延续昨天的涨势 加上国泰金 宏达电 法说会后股价压回 指数一路都在平盘下游走 而中场大盘收在8893.22点 下跌19.17点 全家金额992.23亿元 另外汇式方面 新台币对美元五盘占收在30.130元 升值4.6分 台北外汇成交金额3.64亿美元 污价奖民众的薪资水准倒退 台北长郝龙斌今天将首次 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参加党内的中常会 同时也会在会中建议政府调高基本工资 领取基本工资都是最基层弱势劳工或者族群 所以如果基本工资调账 是真正能够帮助到这些解决现在 民生必需品跟食物类账架 最切实实际的一个方式 我现在每周会参加中山汇报 跟国民党的中常会 我会透过这个党内的管道 因为也有从政同志在中山汇报跟中常会 苗栗县的通宵政公所疑事涉嫌工程采购弊案 涉嫌官商勾结收受回扣等 苗栗检方指挥了搜索政长徐永黄办公室等22个处所 并且将徐永黄跟公所记要秘书等24人带回要厘清案情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云林的水灵国中 昨天发生了两名学生疑似殉情案 现场苏志芬认为校长孙丽山至校不利将他调职 引发了学生跟家长反弹 而声援校长的人士更在昨天晚间设立脸书专业力挺 目前累计超过4000位网友按赞支持 今天早上也有30多位家长到水灵国中的校门口声援 商周去年以牛奶害人为主题 报道市售的鲜乳含有违法用药残留 台湾的笔菲多公司认为报道不时严重的影响相遇 对商周总编辑跟撰稿记者等5人提告加重诽谤 不过台北地人署的检察官要结案之前 日前突然接到台湾笔菲多公司的刑事撤销告诉状 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 但是没有说明和解的原因 因为妨碍名誉属于告诉奶润罪 检方只能够依法对5人做出不起诉的处分 北市明道校棒日前赢得了谢国成杯冠军 并且取得了威廉波特世界校棒赛的台湾代表权 但是被检局使用转学的球员违反了学生联盟规定 那么现在体育署会在这个星期五跟学生棒球联盟开会 决议明道校棒联赛的资格是不是有违法的事实 而胡志强也希望能够秉公处理 感谢收看这节新闻NG 我是谢丽雯 再会